欢迎订阅 咖啡 今天我们来到了 你看后边是哪里 安逸夜象 其实今天不是安逸夜象 今天是上海静安世界咖啡文化节 我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咖啡节有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里面见 这边你看是有一个 那么的DJ的分享 这边还有这种复古启情 你看 太过启情我就关注你了 真的吗 真的真的 你看你是18岁 是我们的十年老粉 8岁就关注我们了 差不多 点了一个这个 就是知香龙井 吊扮一下 龙井的这种感觉结合的很舒服 不会让你觉得很突兀 但是今天天气有点冷 如果是天热的话 这个喝起来肯定是特别 就是应景的那种 这个比心咖啡的知香龙井 因为咖啡越来越被普及了 然后通过咖啡 然后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东西 环保的设计 我们的杯子有一个特点 全都是国内艺术家的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杯子都不一样 你们的价格卖的也还是不算贵的 蛮便宜的 就跟店里面的价格应该差不多 是的 然后我们店里面还会更便宜 我们店里面是有一个很特殊的普利 就是如果你用到了艺术家的杯子 我们杯咖啡还是减三元 哇 真的 嗯 这个好人性化 哇 真的是就是酸甜的层子感很舒服 干净度也蛮高的 看咯 你好 你是我关注的第一个咖啡博主 哇 算吗 好开心啊 谢谢 就是你们这五个公民字 换一个可乐 换一瓶可乐 可以 哇 五个纸杯 五个纸杯会有塑料杯 这个是什么我在想 这是一个软签 然后延续我们第一家店的一个材料 我们第一家店的菜单是用这个东西做的 它是一个柔软的金属 它可以打开关上 就我们想做成一个皱褶的样子 嗯 这样你打开就可以拿到你的号码盘子 很少见到这种重量的盘子 对 我们还是我们钢板和瓷柚的厚度都还蛮 里边是钢板外边是瓷柚 瓷柚 然后高温烧制的 除了胚子的制作不一样之外外面的那个上用和烧制跟陶瓷有相似的 这拿着感觉好有分量 特一个这个麻雀和LIT的联名展台的 你看他们在现场竟然竟然竟然把这个LAMAZOCO的这个一体机搬过来了 轻调要走啊 对 这个MOSBA真的是 搬这个不容易的 这个很重的 找了这尾板的货车拉罐 好呀 毕竟你喝一下我们第一看 这条 RED RED 然后我们用的杏糖会增加它的BODY感 喝起来不会那么寡淡 马上好 喝喝看他们的这个LIT的这个RED RED 诶 哈喽哈喽 刚好大型网友见面会 这个鞋碎 喝起来好酸爽啊 然后这个你们是不是用的冷脆吧应该是 对 花葵的冷脆 选完了 我觉得想昨天晚上我吃火锅的时候怎么没有这个 我觉得静安咖啡节他们设置的比较有意思的就是 就是他们把大部分的一些咖啡的摊位 设置在了中间的这条安逸路上 另外呢 你看这一侧有一条腐路对吧 那腐路的这个地方的摊位呢 大部分都是一些小吃 有一些烧烤啊 日料啊 放到了这边的腐路这个地方 来这边吃东西的还是蛮多的 我感觉有一半的人的手里边拿的是咖啡 有一半的人手里边拿的是小吃 这个咖啡节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 它的这个路段真的太好了 逛累了之后就可以来进商场里边 坐着谢谢也好 或者是就在商场里边逛一逛衣服店呀 哇 还是蛮大的这一种 有点浅蓝色上面是浅绿色对吧 是吧 哇 它们那个天猫店也是从这边发达 看到这个就想奔赴海洋了 这是我们工作都在户外 哇 然后越野跑同时 然后找我们的创始人大陆的负责人 哇 都是比较喜欢户外的这项 这种各种各样的运动对吧 很健康的同时而且很有意义对吧 对的 每一个月份的减了多少 然后大家有意义 然后这些修补啊什么这些都是修补的 我喝一个这个羊梅吐气了 好呀好呀 我真的手在那边抖 我今天喝了好多了 我的手也是这样子的 哇 这里还有果肉呢 层次感觉很舒服 冷脆咖啡的这个味道 跟羊梅就是整个包裹在你这个口腔里面很舒服 哇 真的它是有层次变化的这个 这个明谦的小伙伴这个特调做的还是相当好的 谢谢刘老师 上一下五个宝贝链接 谢谢 你看现在是在这个Blue Bottle的这个店里边 对吧 店的外边就是咖啡节了 那这个相当于是这个Blue Bottle也变相的参与了一下咖啡节 室内还有耶 这个胶囊让我想到了我们点沙拉的时候那个沙拉盒 对对 它就是甘蔗纸胶 在APP上调整它的充足的参数也可以自己设置的 我们会有一个推荐参数 但是也可以自己设置 然后这个是有那个RFID 它里面会有我们的充足参数 就是水粉笔 水温 然后磨豆的粗细调节的颗粒 它都会里面会设置好 意思就是说 它相当于是一个QR Code 对 它里面是全洞 然后里面是有栗纸 倒到这个豆仓里面 压一下 然后它就会移到左边去 那这个机器在美美卖多少钱 目前是799美金 因为它不只是低绿咖啡机 它还有一个全自动的电墨 很高兴认识你 然后非常感谢你的热心的介绍 没有没有没有应该的 我们是永浦旗下的两个补品牌 一个是City Boring主打了咖啡的 然后Pika Pika是主打冰淇淋的 City Boring在上海有两家店 一家在永家路 一家在渝原路Element Pika Pika在淑慧书院有我们家店